哈囉 大家好 我是岩霸 我是大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可以最準時收到我們的訊息 還可以到官網 捐款支持我們喔 然後在看影片的同時呢 也可以請大家找我看 這個小散彈究竟出現在哪呢 找到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 看影片囉 哈哈哈哈 等節目由美方科技贊助播出 太強了 好啦 剛剛叫的東西 下次考試要考啊 等一下 我們是物理系 不是物理攻擊系 我們考P子子要幹嘛 我怎麼會考那種東西呢 當然是考跟物理有相關的啊 P子子跟物理的相關是 剛剛這個怎麼是P子子 它在做實驗 實驗 嗯啊 這可是彈性材料 從受力到斷裂前後的形變變化 徹頭徹尾的物理實驗 好啦 那我要先走了 下次考試不及格的人 記得 試過的鐵拳啊 雷德教授 我是調查局的人 還麻煩你配合我們走一趟 哼 不自量的 你說什麼 你也要死 那你 沒想到聯邦調查局已經把你們髒手伸到校園裡面來了 說吧 你們FBI這次又想幹什麼 不 不 你誤會了 我是 馬力蘭州政府地執調查局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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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叔叔 哈哈 抱歉啊 教授 沒想到我竟然會再等您下課的過程 不小心又等到睡著了 真的是 啊 我的脖子怎麼 怪怪的 這個一定是這個 這個睡覺睡到落枕了啦 對對對 話說今天地質調查局來找我有什麼事情 是的 我們想委託教授您呢 來幫我們研究加州大地震的成因 因為啊 最近歐洲那邊有越來越多的人 開始用物理的知識去解釋一些地質現象 而我們大美立堅合眾國又怎麼能輸呢 因此啊 我們知道教授您曾經在物理系跟地質系都認教過 甚至這次研究的完美人選啊 那當然沒問題 我的鐵拳一定會打到祖國所有的敵人 哇 原來 這就是聖安利烈是斷層啊 是的 根據統計之下我們發現 地震呢 大部分都發生在斷層的附近 因此近幾年我們也將研究重點擺在斷層上面 希望可以找到地震發生的原因 嗯 那你們有什麼發現嗎 有 目前我們已經知道呢 在地震過後 斷層兩側的岩層會出現高低的落差 但這高低落差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也還在研究 那水瓶的部分呢 水瓶的部分 對啊 在斷層發生的時候 除了會出現垂直的位以外 有沒有水瓶的位置 很抱歉 之前幾乎沒有什麼人在意過這一點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比對過資料 老王 幫我把所有資料都拿過來 等等 這個是 為了調查地震的起因 雷德比對了地震前後 位於斷層兩側的觀測站的位置 他發現斷層西側的觀測站 全部都往北移動了10英尺 斷層東側的觀測站 雖然有出現向南位移的現象 但卻不像西側的觀測站一樣 全都移動了相同的距離 而是越靠近斷層的觀測站 位移量越大 離斷層越遠的位移量越小 而且還連成一條曲線 這件事情讓他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如果地表是很硬的岩層 那麼岩層應該是整片移動 怎麼位移量會越來越小呢 這時雷德想到彈性回跳的物理現象 當彈性材料在受力時 會產生變形和彎曲並累積能量 當東西撐不住斷裂時 就會往受力的反方向彈回去 而這個回彈的移動曲線 恰巧就跟斷層位移的曲線相似呢 彈性回跳 怎麼可能啊 我問你喔 石頭有彈性嗎 啊 石頭有彈 我知道 腦筋急轉對不對 五月天的石頭 沒有啦 它沒有彈性 它彈其他啦 我問你個頭啦 算了 我自己給你想 不要再操我 嚴懲 怎麼可能會具有彈性 但是彈性回跳學說 的確又可以讓之前所說的力 一次次放出來 也有可能是地震的主因 可惜啊 可惜 只得其心 不得其意啊 老頭 我以前心情很差 少煩我 還以為自己真的很厲害一樣臉 笑死 嘿嘿 老頭 我是看你年紀大尊敬你啊 不要以為你打捏到什麼軟巴巴 太極權看起來很強一樣 現在的年輕人啊 就是垃圾 畫多 哈哈 在我那個年代啊 習武之人之間有什麼意見衝突 早就直接用拳頭交流了 畢竟拳頭是不會說謊的 老頭 自己找架打 我可是不用陪你要費了 啊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太死硬了 一塊不會被軟化的鋼鐵 就永遠只是一塊鐵 不會變成一寶劍 你以為太極權是單純的柔權 但太極圖分明是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太極權又怎麼會只柔不剛呢 太極生良一 良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和萬物 既然世間萬物都是由太極而來 又怎麼有誰會是紙缸不柔的呢 Be water my friend 阿民 可以幫我拿更之前的資料過來給我嗎 雷德教授 雖然很難以置信 但我猜想 石頭可能證據有彈性 加油大地震 就是因為西側的岩城 因為不免力量往北 接著他們持續的受力變形 累積能量 就有斷裂 所導致 為了驗證自己的猜測 他嘗試尋找在地震發生前 周圍的岩層 有像彈性材料一樣變形的證據 於是 他比對了地震發生前50年 與前10年的觀測站位置 果然觀察到地震發生前 斷層西側的岩層 就已經出現了整體明顯向北位移的狀況 而東側的岩層 則被往北拉扯 接著到地震發生之後 斷層東側的觀測站 從原本的往北位移約10.4英尺 一口氣變成反方向 往南位移約10英尺 跟彈性回跳的變形情況幾乎一模一樣 最後他正式提出了地震的成因 就是具有彈性的岩層在受力到極限後斷裂 把累積的力瞬間釋放出來的關係 儘管他當時並沒有辦法提出 是什麼力量拉斷了岩層 他的說法還是普遍被學界給接受 也被公認為美國首位使用物理學 來進行地科研究的人 以上就是地震的成因 不知道大家有聽懂了嗎 原來石頭真的有彈性喔 我以為他只有彈吉他而已耶 你這個梗再可出現一次你給我試試看 總之啊老師這次也算是上了一課啊 在科學的世界裡面 沒有什麼東西是理所當然的 就算嘗試這樣告訴我們 但我們真的在做研究的時候 還是必須拋開所有的科研印象 才有可能真正的找到答案 好啦 那今天上課講的東西 下次考就要考啊 爹 各位同學們放心吧 不會再有鐵拳了 我已經想通了 這種硬性的教育 到最後只會帶來反效果 那不及格的是要 不及格的話 這一次我會陪著每位同學 進行一對一的輔導 幫你們找出問題 一起解決 希望大家能夠在學習的路上 能夠更順利的前進 一對一喔 那老師你還是說我一頓好了 喵 就要不要再說 我們先在學習的路上 你會不會再延導 再一下 我會不會再說 那個人 自己的路上 也要再說 那些路上 誰會不會再說 哪個路上 沒有人 我會不會再說 感谢观看